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的周老师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奇妙的童话王国 感受读书的快乐 童话故事相信同学们一定读过不少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个游戏大闯关 看看哪位同学们 看哪位同学读的书最多 请看第一关 猜书名 下面有三段录音 分别是对三本童话书的介绍 请你根据录音猜一猜 这是哪本童话书 请听第一本 这本书的作者第一次将童话 从民间传说故事发展成为优美的文学童话 真正达到了同时适合六岁与六十岁人阅读的境界 成为后世作家创作的榜样 书中很多故事我们都是耳熟能详的母耳姑娘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 你猜到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同学们猜测的答案 通过介绍 我猜测这本书是安徒生童话 因为我读过丑小鸭的故事 答案揭晓 看 正是安徒生童话这本童话书 请听第二本 这本书的作者是中国现代童话创作的拓荒者 讲述了发生在农村田野的故事 展现了农民的辛苦和悲伤 鲁迅说 这本书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创作的路 大家赶快来猜一猜吧 这又是哪本童话书呢 我猜测这本书是稻草人 因为介绍中说 讲述的是田野间的童话故事 他猜对了吗 快看 完全正确 正是稻草人这本童话书 请听第三本 这本书由德国一对兄弟搜集整理而成 语言通俗易懂 故事中 宽容善良 聪明勇敢的人怎会得到好报 阴险恶毒 自私胆小的人怎会受到惩罚 体现了德国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崇高的道德 你猜出来了吗 通过听介绍 我猜测这本书是格林童话 因为介绍中提到这本书是由德国一对兄弟搜集整理而成的 请看答案 正是格林童话这本童话书 看来同学们真是读了不少的童话故事 安徒生童话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奇妙的童话世界 这是丹麦作家安徒生送给全世界孩子和大人共同的礼物 当你走进夜圣陶笔下的稻草人 你会发现夜间的田野 星星怎样眨眼 月亮怎样微笑 翻开由德国格林兄弟搜集整理的格林童话 在一个个妙趣横生的故事中 你会发现做人的道理以及生活的真谛 恭喜同学们顺利通过第一关 请看第二关猜故事 请你根据图片上的信息以及书籍目录节选 猜一猜这是哪个故事 请看第一幅图 请你根据图片上的内容 以及安徒生童话目录节选 猜一猜这是哪个故事 我猜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因为这个女孩的脚下踩着两个面包 所以我猜测是这个故事 他猜对没有呢 快看 正是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这个故事 你猜对了吗 请看第二幅 这又是哪个故事 快来猜猜看吧 我猜这个故事的名字是两只公鸡 因为图片上画着两只公鸡 完全正确 正是两只公鸡的故事 下面请看第三幅 请你根据图片上的内容 以及格林童话目录节选 猜一猜这第三幅又是哪个故事 我猜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渔夫和金鱼 因为图片上画着一条金鱼 还有一个老人 所以我猜是这个故事 嗯 没错 正是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同学们不仅善于观察 更善于思考 恭喜同学们顺利通过第二关 这第三关难度有点大 请看第三关猜结尾 请你根据故事的内容 猜一猜这个故事的结尾 我们一起来看 一个老头子养了一匹马 有一天他想到集市上 去把马卖了换些有用的东西 他用马换了牛 牛换了羊 羊换了鹅 鹅换了鸡 鸡换了烂苹果 最后老头子用马换得了什么呢 请同学们根据故事的内容 猜一猜结尾吧 我觉得他最终换得的是烂苹果 因为烂苹果谁都不会要的 它不会再换出去了 嗯 你猜测的有道理 但是这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尾 请同学们继续来猜 我预测他用烂苹果花了一碗水或一碗饭 吃完了 嗯 你的猜测也符合这个老头子的性格特点 但仍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尾 继续来猜猜看吧 我知道 他最后换了一桶金币 没错 老头子确实最后换得了一桶金币 首先祝贺同学们顺利通过第三关 同学们心里肯定有了疑问 老头子怎么用一框烂苹果换得了一桶金币呢 相信同学们对这个故事已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但是我们先不能急 我们先要知道阅读童话故事的方法 我们拿到一本童话故事书 怎样才能读出故事中的趣味性呢 让我们一起结合书中呈现的拇指姑娘片段 来学习阅读方法 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个片段 是的 我要和你一块去 拇指姑娘说 她坐在鸟儿的背上 把脚搁在她展开的双翼上 同时用腰带 把自己紧紧地记在她最结实的一根羽毛上 燕子就这样飞到空中 飞过了森林 飞过了海洋 飞过了常年积雪的高山 在寒冷的高空中 拇指姑娘动得发起抖来 于是她就钻到鸟儿温暖的羽毛下面 只把她的小脑袋伸出来 欣赏下面那些美丽的景致 终于他们来到了温暖的国度 那儿的阳光更加明亮 田沟里 篱笆上 到处都结满了最美丽的绿色和紫色的葡萄 树林里到处挂着柠檬和橙子 读了这一段 请同学们想一想 拇指姑娘坐在鸟儿的背上都看到了什么 她们又来到了什么地方呢 拇指姑娘看到了森林 海洋 常年积雪的高山 她们来到了一个温暖的国度 下面请你再来读一读这段话 看看哪个场景触动了你 你的头脑中又出现了怎样的画面 拇指姑娘坐在鸟儿背上飞翔的画面 给我印象最深 我的眼前仿佛也出现了森林 海洋和高山 嗯 这美丽的画面 仿佛就在我们的眼前 拇指姑娘在温暖国度的场景 触动了我 葡萄 柠檬 橙子 这么多漂亮 好吃的水果 仿佛我都闻到了香味 嗯 这里简直太美了 拇指姑娘被冻得 沾到鸟儿羽毛下面的场景触动了我 通过蚊子 我感受到了她的寒冷 我们仿佛看到了色色发抖的拇指姑娘 同学们 我们在阅读童话时可以一边阅读一边想象画面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书中所描绘的场景 快看 书上还给我们提供了阅读小贴士 请你读一读吧 下面就请你结合书中呈现的片段选择一个场景 用你手中的画笔把它描画出来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同学描绘的画面 绿色的森林 辽阔的海洋 常年积雪的高山 这画面太美丽了 五颜六色的葡萄 散发着香气的橙子 真想咬上一口 同学们 如果你是拇指姑娘 来到这温暖的国度 你的心情会是什么样子 你又会做些什么呢 我会很高兴 我会在果园里种上更多的水果和蔬菜 我也会很兴奋 我会把这里打扫干净 享受这里的阳光和空气 享受这里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一定会特别高兴 我终于看到阳光 感受到温暖了 我会快快乐乐的在这里生活 嗯 在阅读时 我们还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主人公 设身处地 感同身受 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主人公的心理 快看 书中同样呈现了阅读小贴士 母子姑娘最后怎么样了呢 有没有得到自己的幸福呢 读过的同学一定知道答案 但是童话故事常读常心 你可以尝试着用我们今天学习的阅读方法 再次读读这个故事 相信你一定会有新的收获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在阅读之前 我们还可以给自己制定一个阅读计划表 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你打算怎样来阅读 我打算新读稻草人 我对这本书很感兴趣 我打算每天读二十页 明天就开始读 因为我家里就有这本书 真是一个有计划的孩子 我打算先读安读生童话 以前只在电子书上读过几篇经典的故事 这次打算全部读一遍 这次打算读纸质版 所以得等到书到货才能读 我打算每天读三十页 希望你这次阅读能有新的收获 在这里 老师再给同学推荐两种记录的方式 以便我们阅读后 可以和同学进行交流 第一种 读书记录卡 我们可以借助读书记录卡 将自己阅读过程中的好词家具 精彩的片段以及自己的疑惑记录下来 由于我们阅读的是童话故事 还可以把书中的场景用画笔画下来 第二种方法 用读书日记的方式来记录 今天的作业 制定自己的读书记录表 并在阅读的过程中记录下读书过程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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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